好久不見,我是Eddie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品牌的展間 要交一台新車 嗨,大家好,我是Eddie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品牌的展間 要交一台新車 一樣是租金車齁 好,賣個小關子 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環境 我們來看看今天是來到哪一個品牌呢 非常有歷史的一個擺設 當大家看到這個100週年的時候 應該就知道說 今天是到哪一個品牌了 第三章就可以公佈答案了 好,看到這個Mark就知道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Mazda這個品牌 大家看到我身後這台CX5修旅車 是不是想說我們今天要交的就是這台車呢 當然啊,不是,今天要交的是別台車 但是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台CX5的外觀喔 Mazda的品牌跟形象 以及它的品質 是我覺得滿受一些 主要客群的喜好 Mazda果然是日系代表的進口車系啊 它的流線 車色 它色彩的飽和度 車型 以及它這個辨識度極高的屁股 好,因為今天這一台不會是我們的主角 我們就帶大家簡單看一下 但是我相信CX5這一台是滿多 有家庭的一些 算是新婚家族的選擇喔 因為它空間也有 動力也有 以及其實我覺得 Mazda這個品牌 在很多的年輕人之中 它是非常誘人的 是不是很擔心發生這樣子的意外呢? 所以我們每個人的車上 都應該放這支防身滅火吧 影片最後有詳細說明及優惠內容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今天的主角會是誰呢? 放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在車上這一位的主人是誰呢? 哈囉,我是金金 那這台車的話是明天要交的車子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 我們要在交車前做些什麼事情呢? 好,那我們今天要交的這台呢 是2020年的Mazda 3 它的辨識度很高,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車頭啊 因為Mazda 3不管是新車或是中古車 在這個年輕人一代是非常有它的市場存在的喔 首先是它的大燈啊 那大家都知道它辨識度很高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前面的水箱護罩 結果發覺真的是新世代都喜歡用這種大面積的水箱護罩 連我自己最近換了一台IS300H 它的水箱護罩呢是前一代的款式是這種橫條紋的 我自己也想把它整個面換成是F-Sport的這種大面積的 比較年輕化 而且現在很多的品牌商都轉型變成做這種大面積的水箱護罩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台Mazda 3五門的它的側身線條 以及它的屁股的流線 這個時候總有一個人蹲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青青現在在幫我們客人很認真的在鎖大牌 這個時候業務不好當啊 連大牌都要自己親身來鎖 那就謝謝我們青青幫客人裝上這個鐵牌了 可是其實它的屁股看久了 你會覺得有一點Tosh的感覺 接下來帶大家仔細看一下日本的工藝 Mazda原裝進口的日系車型 其實我剛好發現Mazda後行李箱的這個引擎開關呢 是在這個位置 好啊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現在的新的車子在 後行李箱的門把上面都會有一個鎖的位置喔 鎖的鈕 然後以及像是如果身高不夠的話 其實有這個門把是比較方便 可以去關後車廂的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台車的後行李箱空間如何 其實它算是深的耶 因為這台車呢 它的高度我覺得大概是 是在我的屁股這邊 這台車的後行李箱的位置 我覺得它高度剛好的是 大概它位在我們的 腰部以下 所以在放東西或者是施力點來說 我今天要把東西 或是行李箱比較大面積的 放到這個後行李箱位置 是比較能夠出力的 而不會過高或者是有卡榫 但是它有一個小小的 這邊有一個段落空間 這個可能要稍微的出力施高一點 再放下去會比較輕鬆一些 好相信Mazda也是很多人都在介紹的車型 那大家也不陌生 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欸突然這個時候 我看到有一個人 蹲在這個位置了 清清你在幹什麼啊 在裝小大便 這也是我們準備車子的 輕鬆一環 然後它是有附這個卡扣的 喔卡扣的 就是比較安全性不會滑掉 對不會往前滑 好下去 這樣就OK了 好喔 那接下來可以麻煩清清幫我們 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台車子 的駕駛座的部分嗎 駕駛座嗎 好接下來呢 我們請清清幫我們 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台 Mazda3的駕駛座的差別 那我提一下 我們左邊的轉數表 還是保留著的 那右邊是引擎溫度跟油量 中間這一塊它是數位的 第一個畫面 它是一般的那種轉數的公里數 那再來按一下 中間這個是數位儀表板 可以自由去做調整 那這個畫面呢 是我們車道維持系統 這邊呢 這邊呢是可以調整我們的車道維持系統 跟全速域跟車 距離的調整跟我們速度的調整 那還有Cancel鍵跟Reset可以做使用 再來介紹一下中央顯示目 第一個是資訊 它可以看出燃油效率 那簡單來說就油耗啦 再來呢是這個 再來是我們的車輛監視器 它會提供說我們現在車子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去做調整 娛樂裡面有FMAM藍牙可以做選擇 通訊的話就是連接藍牙 它會直接把手機上面的通訊錄 直接連接在上面 可以使用我們的Siri去做使用 所以我插個話 全部的控制呢 都是這個旋鈕就可以了嗎 是 因為我們這一代的話 螢幕比較遠 您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是碰不到螢幕的 噢 懂 那為了安全起見 這次是沒有辦法觸碰的 噢所以直接用旋鈕 大概是怎樣的一個位置 我看一下 這個旋鈕去做控制 那你需要它的時候就按一下 用旋轉的 然後往左往右部也可以的 再來是最下面的設置 裡面呢這個車載顯示器 就是我們的抬頭顯示器 它可以調整高度跟亮度 那因為這台是頂規的 所以它是有搭配BOSE影響的 降噪跟環繞我都會建議打開 再來的安全設定呢 包含我們的 倒車的雷達 然後車道偏離警示 盲點偵測 車道偏離防止 這些的做調整都在裡面 那這個的話 是我們的前行煞車輔助 包含行人 它是也可以偵測到的 那影像系統裡面呢 就是我們倒車的時候 會有三條線去做提醒 接下來我提一下 這個的話呢 是我們的中央旋鈕 這個是返回的鍵 然後這是導航 然後娛樂就是FMAM或者是藍牙 那這是HOME HOME鍵的話就是我們的首頁 另外提一下我們卡布雷呢 也是在日本做安裝的 本身那件就有了 我們往右推 它就會到我們卡布雷的畫面了 那我們謝謝靜靜幫我們介紹這台Mazza 3的操作 接下來呢 我們帶大家了解一下說 欸這台車的故事 為什麼車主會用租賃車 那等一下我們帶我來 那今天我們這台Mazza 3的Case呢 是因為客人從網路上來找到我 他想要了解說 這個公司租賃跟個人租賃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因為租賃的部分是我負責嘛 那車子的部分呢 我就請我的好朋友 還有靜靜來幫他去做一個介紹跟分享這樣 那一開始Andy其實介紹這個Case給我 那我跟客人今天有聯繫 那客人一直敲不定時間 因為客人其實蠻忙 然後後來敲不定時間之後 他後來又付出一個需求 他說 什麼東西 拍車去公司附近 對 給他拍開看這樣試駕 試駕的部分 對 然後後來真的 我們也接到試駕車 然後時間也約定了 我們就見面了 那一開始的話 我們就先又聊天了 那肯定要 其實我們很怕網路客過來的時候 我們兩個很乾在那邊 面對面 所以其實我們兩個都還算是蠻好聊的啦 所以大家歡迎 聊天過程中 就知道說他常肥都滿在跑 然後我就想說 全數域跟車 車到尾也是滿適合他在使用 那我就特別提出這個配備跟他說 所以那幫大家問一個問題 所以馬自達的車種 全部的車型都有這個全數域的車嗎 除了馬二 每一台車都有 除了馬二 那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說有常常人 假日會出遊啦 或者是有北充男在跑CATS的 或者是 只要有在跑長途的部分 其實還蠻建議可以選擇 他們家其他的車型 可以去做一個參考 那這樣客人他還有什麼其他的需求呢 因為他比開長途嘛 可是他在車種 其實像全數域啊 或者是很多車種 每個人都會有幾個評估在選擇嗎 那後來其實你是怎麼樣幫他去找到他 理想的車子呢 因為其實我們試駕體驗當中 他一定會聊天嘛 那我後來又跟他 就是深入聊之後發現 他其實看車看非常久 那這台車算他人生第一台車子 之前都開家裡的車子 喔OK 然後再來他又提到說他有看到手車 也找了一陣子 可是沒有找他喜歡年份跟車廣 是 因為我後來真的發覺 像我自己好了 我也是 我現在換那台車 我也找了快一個月 我才發覺人家說的所謂的一車一礦 就是你要喜歡的車子 車型 年份 里程 價格 甚至是這台車的駕駛習慣 以及整台車的品質 這個真的是很難的 所以如果這個預算是足夠的 我個人也會建議說 可以找新車 就已經找新車了 他也評估了蠻多台車子的 是 找了很多通機劇的車 那後來選擇馬山 其實他有提到說 你價位 價位雖然高一點 但是因為是日本全顏裝進口的 那安全啊 加一些配備 然後外裝 內裝一些主要 有 所以最後他其實覺得 還是值得花這個錢 那多買那一點點錢 可是心裡的爽感是有加分的 他想說攤地在我們三輪 當中心 好像發現了多少錢 然後他想說 那就買這台車 而且馬自達的車子 其實在中古車市場 他是很賺保值對不對 因為他其實後來就是聊天內容 他說他喜歡這台車子 發現其實他只是沒有試駕過而已 那剛好因為這個狀況 因為剛好認識 剛好再通過你這邊 然後PAS給我這邊了 然後剛試駕完之後 其實聊天過程中就發現 他是真的非常喜歡這台車 只是一直沒有空去試駕 所以當時再輕輕開車過去給他嗎 對 其實一開始我想說 他對這台車其實是不瞭解 但是他有跟我說 欸他坐風格其實做了一次子了 因為二手車也找嘛 然後通機券的車子也有找 是 然後這台車其實看了很久 那因為還是回歸到工作很忙 懂 然後沒有時間試駕 然後試駕完之後 其實我有跟他聊 他說欸真的 對這台車真的是很喜歡 是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提到說 欸其實優惠活動是什麼 然後他覺得欸價格合理 對然後包含 符合他的需求 因為他當然有在網路上做一些功課 對 然後中送因素下就是我們 就順利的簽訂了 然後簽訂了 關我 我就馬上打電話給你 不要跟他說 所以大家有沒有聽到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呢 大家是不是一直聽到 試乘車試乘車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呢 今天很多 其實我自己也有個人是這個 馬來西亞 新加坡過來的這個 在台灣工作的 算華強 可是很多的文字啊 敘述 甚至是 YouTube上面的影片 這些都是 很多的資料跟數據 但是跟實際上自己 親身駕馭的那種感覺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大家有聽到我要講的重點就是 如果有想要試乘的話 也歡迎來找我們 輕輕聯絡這個聖誠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件事情 因為試乘我們畢竟還是安全起見 就是 畢竟我們輕輕是個女生 所以我希望說 能夠保持一些人身安全 所以 但是 放心試乘啊 服務跟專業這個東西 輕輕它都一定 給大家是滿分的 對 那 有任何需要再請大家臉信輕輕 那 我跟大家起來有介紹一下 所以最後 我們決定公佈這台車 那 也想要了解說 那 如果是個人主力 跟公司行號去租購這個部分 整個評估下來 覺得說 當然是節稅 所以大家是都知道的 這個 用租購車的方式 那 其實還有他的 像他的保險啊 甚至是 心太軟 心太軟 獨自一個人流淚到天亮 OK 為什麼大家發覺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呢 因為我們家基金去交車了 所以簡單想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就是為什麼 這個要用公司名 跟個人租購這兩個差異 其實很多是因為 用公司租購車的方式是因為節稅啦 或是之前我們在其他支影片 有跟大家介紹 只要是公司行號的人 都會想要去一些做合法 節稅的動作 相對的這個帶來還有其他的效益 這種像是保險的部分 其實很多的客人他們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用個人名買 買保險會比較划算 可是相對的當然是有男生跟女生 以及年齡的這個保險係數 所產生出來的價格的不同 但租購呢我們有一個好處是說 因為我們一次計價可能是三年跟五年 在中間的使用租購的期間之間 如果出現了像是出險的部分 只要不要太誇張 這個真的是在保險公司的任何之下 只要你不要太誇張的平凡的出險 其實你也浮費不會去增加太多 可是像那種如果太平凡啊 一年可能出個兩次三次啊 那這樣子每出一兩次險 隔年的保險會會再增加 這個對個人而言其實是非常傷的 然後其實還有最主要的是 租購車我們會想用租購車 當然就是我想要去審服務啊 後續我在使用車的狀況就是有問題 我一通電話就有個人員來幫我專門的服務 其實這個是每個老闆都 甚至是我們自己個人 如果平常有在上班的話 我們都想要去節省這個時間的浪費 那這個時間的處理 當然就是我們租購的這些業務跟專員 來幫大家去做一個服務 所以呢今天其實相對的有其他的品牌啊 那如果今天我們馬自大品牌 只要有任何有關注力的需求 都歡迎您跟我AEB聯絡 那期待下次的交車影片 接下來應該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IS300H尋找車的交車的過程喔 謝謝大家那我們下次見囉 當你遇到這樣子的意外時 你必須隨手就可以拿起這樣子的一個滅火棒 它總共有三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是它配備了微型的刀片 它可以輕易的割斷安全帶 我們示範給大家看 遇到生死一瞬間的時候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做一層的準備 第二個功能是它可以當玻璃的擊破器 我們示範給大家看喔 遇到生死一瞬間的時候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做一層的準備 當然最重要是它滅火的能力 我們來示範給大家看喔 遇到生死一瞬間的時候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做一層的準備 日本原裝進口 完全符合日本安全規範 原廠提供優惠碼 歡迎多加利用喔 哇靠 你都看完了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哈哈 哈哈哈哈